老师 现在不学生吗 能离老师远一点吗 好的 老师 不至于 再给我倒了一瓶酒 一杯酒吧 随便什么酒 可以了 很香 那个 还是需要什么其他的服务吗 我觉得可以了 我也觉得 我们进入正题 好 所以你说我做的菜不完美 是菜品不够精致呢 还是味道不够好啊 我说的不完美的意思 是因为你这几道菜做得 太追求完美了 色香味都很好 换句话讲 他非常笼合酒店米其林的 标准 这样不好吗 我觉得像郑总这样的成功人士 他非常追求菜品的完美性的呀 但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样事物是完美的 我 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跟我爸爸融合了 然后爸爸 没给我们留下一分钱 就抛弃了我们 于是我妈妈就用紧剩下的那点积蓄 开始很坚强地创业 一步一步 直到她创立了郑红集团 然后到了今天 这么多年 她让郑红集团如此地成功 所以在外人眼里 她是一个女强人 非常优秀的女性 但 没有人能够体会到她背后的艰难 从一无数到中处的辉煌 太棒了 所以她为了成功也会有 有飞为过 她绝情过 人嘛 没有完美 没想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去啊 菜做得再完美 如果没有能够真正打动人心的 那一个味道瞬间 她就会失去她本来的意义 我好像是明白了 好吧 老师能教的就这么多了 剩下的就要靠学生自己领悟了 祝你成功 祝我成功 嗯 我吃饱了 一起回家吧 收拾吧 不 我说老板 这房子也太旧了 这隔音也不好 你晚上睡觉能睡好吗 你这 你难道就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很神奇吗 它给人带来一种莫名的安逸感 安逸感 我倒是没觉出来 我就觉得我要是住这儿肯定会特别焦虑 我肯定每天都在想 我怎么样才能努力才能离开这个地方 太焦虑了 说得对 你身上就是缺乏这种焦虑 如果我在这附近给你租一间房 让环境来督促你的努力 不不不 那 那倒是不用了 恐怕这种环境 没有办法督促我努力 能督促我努力的 只有像您那种大美术才可以 小木 素人 程经理 陆总 刚回来 好巧啊 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您现在得每天自己买菜啊 找胡盛楠 对 他不在家 他出去 一大早他 他被这个好大的包子去 跑了 一时半会儿应该是回不来了 不用等了 这个我帮你转教 陆总 紫谦哥 是哪儿啊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出远门了吗 出远门 没有啊 酒店调笑我回来待了一天 谁做的 这一大把年纪的人类又不幼稚 我看错了 一大早我就看见一个身形特别像你的人 从这边背了一个大包 然后这这边 屁了 那是张大爷 张大爷也带这样 这么吵呢 我 我我 你先上去吧 我买醋去了啊 你先上去 我也进去了 你看好了 我来帮你们分啊 陆总 虽然您是我上司 但这里不是紫禁 你想说什么 盛来和我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对 那都是曾经 盛南的未来只有我 你难道会一直住在盛南隔壁吗 反正有我在 你没喜 你 你们俩这是 看多眼了 吃 不仅刻 managed 到便宜了 就滚了 没事 你们不吃吗 马上吃 吃 来 吃这个 你干吗呢 我们俩都看中了一块蛋糕 但是我还是喜欢你给我切的这个 吃蛋糕都拿叉子吃 我在国外都是拿手吃的 吃 得一大口吃 大口 你噎得慌吗